真破片挺火的 相信大家呢也看过不老手 什么跟踪啊侦察呀 这些有技术含量的活 通常都是警察的 拿手好戏 侦破案件寻找破案的线索 抓捕犯罪 嫌疑人的时候呢都需要 跟踪侦察对吧 这是我专业训练的人 才能掌握的技术 可是生活呢它就是这么 有意思啊 它愣是把一个家庭的 善良的妇女 培养成了跟踪侦察的 一把好手 我先给您交代一下 故事的背景 这个女人叫做李娜 51岁北京市房山区人 她要跟踪的人不是别人 而是她的老公张杰 李娜和张杰可是老夫老妻了 结婚已经20多年了 夫妻俩呢从最初的苦日子 过到现如今呢 是有房有车的幸福生活 那得说是患难夫妻了 那么今天李娜 为什么要跟踪老公呢 老婆跟踪老公 不外乎就那么点事吧 发现老公最近的行为举止不太对劲 这心里呀就开始胡思乱想了 越想越觉得哪哪都可以 在家就待不住了 这就采取行动了 看来李娜是深暗跟踪之道 这个时候她还不能现实 虽然她心中的火苗子 已经窜到老高了 但是她还得忍 小不忍则乱大 那么李娜是通过什么事 发现丈夫可疑的呢 她不是说她有肝病吗 说我这个病啊传染 说那个 那屋我父母不是在那 来两天住了吗 走了 她说我上那屋住去 我说你去吧是吧 她去了 我自己去琢磨 按理说呢 得了肝病 那得多的动静 衣食起居 跟正常人肯定不一样 可李娜就觉得 张杰得了这肝病吧 除了要求分居之外 没见有其他的异常 所以她就开始琢磨这事 有一次和丈夫的一次通话 引起了她的高度 让我一打电话呢 她手机坏了 不是什么我都听见了吗 我刚要挂 那里头怎么还有说话呢 有一女的 有一女的在里头说话 说这那的 还说那个 咱们俩的气该灌了吧 怎么怎么着的 我这人是有良心的 那女的就这么跟她说 我全都听见了 故事讲到这 我有必要 得给您介绍一下 李娜和张杰的奋斗史 李娜和张杰 相识于上个世纪的80年代 1985年结了婚 婚后第二年就有了孩子 夫妻二人前些年开专厂 挣了些钱 生活也是大为改善 买了一辆车 还先后买了两套房 2005年 张杰和人合伙 开了一处煤矿 为了方便工作 张杰就住到了矿上 全都顾的是外地人 民工吧 得说 咱们就是说 干事就哪事 特别当事 所以说就 老得转着 看着 说哪有什么事 就赶紧及时的 什么 恐怕出什么安全问题的 就这么着 张杰开始一周回家一次 丽娜虽然有些不放心 但为了生计也没有办法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丽娜说了 这么多年 张杰的表现也都正常 年年往家拿钱 该进的责任和义务 一样不少 要不是在电话里 听到那么一段对话 她还真没把张杰 和那些找小三的花心男人 联系在一起 这么多年 因为信任 她从来没有去过张杰工作的煤矿 这一次 她决定悄悄地过去 看看 我没让她知道 我这次打一滴 一到那儿来 人家说呀 人家没在 都关一言多了 煤矿已经关闭了一年多了 这么大的事 李娜居然一点都不知道 我脑袋一片空白 我说 我真是骗了 都关一言多了 都没说 一直不想面对的事情终于来了 自己和张杰做了二十多年的夫妻 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哪 李娜的心痛得就跟那筛子似的 但是作为一个内心强大的女人 她并没有声张 她要弄清楚这一切的一切 究竟是怎么回事 所以丈夫周末回家的时候 李娜像平时一样装着什么都不知道 这就是我们开头讲到的那次跟踪 就在李娜跟在张杰的车后的时候 她突然接到了张杰打来的电话 李娜心说了 张杰你就演吧 以后有你哭的时候 看着张杰进入了一栋楼房的三楼的一个房间 李娜并没有轻举妄动 您说做一个女人 是吧 您得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 逗得过小色 忍得过情伤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 李娜和几个亲戚一起来到这小区 敲开了这间屋子的房门 前来开门的张杰被带了个正常 在冲突的过程当中 有人拨打了报警电话 随后派出所民警是闻讯赶到 李娜夫妇被带到派出所 接受询问 在派出所张杰对自己的事情 做了这样的描述 你和宗玲玲的情况 2008年4月生育了一女儿 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 就这样摆在了李娜的面前 丈夫在煤矿关闭的一年多的时间里 在外面有人了 有了别的女人了 有了小色了 而且还居然生了一个孩子 面对如此尴尬的局面 夫妻双方您说该怎么办 事情又会以怎样的方式收场呢 刚才咱们说到 李娜发现跟自己生活了 二十多年的丈夫 竟然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 而且还生了一个孩子 这个消息对李娜来说 不亚于五雷红顶 但是李娜并不想离婚 她不甘心自己的丈夫被人抢走 也不愿意就此失去 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 面对之则 张杰说 她也不想离婚 因为在这种环境 在这么多年嘛 觉得就是说 能够有人理解吧 说就是 就是挺懂事的 说 最起码能得到 理解的那种心理 假如 就是 实际 反正说白了 还真没有 就是说那个 就是从心里说 就是说 想离婚的那种 什么 张杰这段话 传递出两个信息 第一 情人 善解人意 而妻子 却让他倍感压抑 第二 虽然情人温柔体贴 还生了一个孩子 但是他并不想失去家庭 这听起来很矛盾 却又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 据说呢 在外有 艳遇的男人 在他们当中 95%的人 不打算离婚呢 那么 为什么男人会毫不犹豫地出轨 而在离婚问题上 却又那么犹犹豫豫呢 或者根本不考虑离婚的可能性呢 那这一说 可就远了去 咱先不说 咱单说张杰 首先离婚会使原本稳定的生活秩序 彻底打破 对吧 一段时间以来 张杰已经习惯了周一到周五 在情人那 我们喊话叫小日播 周末回家呢 很归类的生活 既可偷心 又可以享受家庭生活 我们不可能叫周播 大周播 何乐而不为呢 其次社会道德和舆论 以及家庭的责任和义务等因素 共同作用 离婚会对张杰本人 孩子以及父母的心灵 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 第三 离婚的分割共同财产 作为过错方 张杰可能连一半的财产 可都分不到 这对于多年在外打拼的 她来说 是无法承受的生命之重吧 这些呢 也许就是她选择 回归家庭的原因 其实李娜又何尝不是 这么想的呢 我是那么想的 太生气了是吧 离婚得了 该怎么着怎么着得了 我后来就是家里嘛 就我爸 家那根里面就说 还有孩子是吧 说能过就还过吧 她要改了 特委屈 然后那个 准备就给了她一次机会 就这样张杰又回到了家里 并跟妻子保证会处理好外边的事情 目前来看呢 李娜的婚姻保卫战 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接下来就是收心大战 怎么样才能让小三 离自己的生活远远的呢 李娜和丈夫商量和决定 给对方二十万块钱 作为孩子的抚养费 但钱给出去 效果却没有达到 都没法睡觉就骚扰我嘛 怎么说 打电话 三点还打呢 打她手机 她就得接 她就跳掉在坑里 她上不来了 看来这场战争远不是 收回丈夫的身心那么简单 为了避免那个女人的纠缠 李娜给张杰换了手机号码 并严格控制张杰的一举一动 可是夫妻之间一旦没了信任 这日子就不好过咯 她的过分在那什么地方 手机也不许你拿了 把你那个 因为我那个有一卡 就是说零用钱还有吧 把那个零花钱也都交给她 买什么东西 她跟她要 手机也不许用了 就说上哪儿她得跟着 我说像这种情况 跟监狱有什么两样呢 是不 就等于你人身自由都没有了 你说这种情况 要想过日子 我说这个 后半生 说逢说活八十 你活七十 不是还二十年呢 是不 这二十年就这么过 我说这 这是正常人过的日子 是不 很多情感专家 其实都不介意 妻子对有外遇的丈夫 过分的看管 只会适得其反 本来张杰此前还觉得 自己心里有愧 可是妻子跟看小孩似的 看着她 她心里反而不再内疚 她觉得自己并没有什么过错 情人就是比妻子体贴温柔 而对于李娜来说 守着丈夫的这段日子 让她明白了什么是 简单而深刻的幸福 幸福 就是自己的男人 没有睡在别人的床上 酒店除外 但是守得住她的人 您守得住她的心吗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不是生与死的距离 而是与你同床共枕的那个人 心里面想着别的女人 李娜说 李娜说发现丈夫 当时就逼着她的脖子了 你知道吗 她站在那儿 可是我就算对了 她说你砍吧 想到什么程度 我说离不离 说不离 那个什么 拿刀怎么着 砍了 砍了你怎么着 任何一个人 在结婚的时候 想的都是白头偕老 李娜从一开始的不想离婚 到现在拿着刀 逼着丈夫离婚 这其中的心理转折是怎样形成的 其实啊 李娜也应该反省一下 为什么 为什么夫妻关系变成这样子 为什么丈夫跟自己在一起会感到压力 为什么情人会让她感到轻松呢 都问几个为什么 也许就会找到破解婚姻谜题的钥匙 可是李娜的心已经凉透了 她不想再这么继续纠缠下去 你爱怎么着怎么着 我也不跟着你了 我也不盯着你了 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吧 管什么用啊 还得累死我呢 2009年的年底 李娜一直诉状 告到法院要求以章节离婚 要求分割婚内财产 房审法院经过审理 本着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 判定房山城区的两套房屋 归李娜所有 农村老家的平房归张杰所有 另外张杰补偿李娜一万块钱 2010年的10月 两个人持续了25年的婚姻 宣告结束了 三个月以后 张杰与钟玲玲正式结婚 然而 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话上去以后 就在打离婚官司的同时 李娜还把另一诉状递到了法院 讨要钟玲玲玲的法院 刚才我们说到 李娜与张杰结束了25年的婚姻 离婚后 张杰与钟玲玲正式结婚 然而 李娜却一直诉状讨要钟玲玲名下的一套房子 李娜说 张杰在2003年 也就是他们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 以18万元的价格买下了这套房子 2007年 在她不知情的前提下 她又以买卖的形式 把房子过户给钟玲玲 李娜认为 房子应该是他们婚内的共同财产 张杰在她不知情的前提下 过户给钟玲玲 就是隐匿 转移婚内财产 对于这套房子 张杰说 这只是一个朋友 要以她的名买 实际上 房子的主人并不是她 好几年的什么了 说从房间那看一套房 说想买 就是说那手艺特别麻烦 就是北京买不了 咱们那条件什么的都不符合 说借你身份证拥用 等那个允许什么了 大家过回来 出资人家全资 因为那会儿我们外地人买 买北京市的房子 有好多条条框框 办起来也挺繁琐的 我说呢 你就使你的身份证 我相信你这人 我说那个 一切等于你就够办你 然后呢 将来咱们俩再过户过 这个张女士 就是张杰所说的真正的房主 张女士说了 为了保险起见 她当时还找了一位见证人 双方签署了一份协议 当时那个实际上 这个张女士把我叫过去 交给他们家 还有两个人 还有这个张先生 说是准备再买个房子 说得封山 说这个你能不能 这个做见证人 帮我们写个协议 张女士人家出钱 出钱的 这个产生都是人家买房子 入了身份证吧 就是 根据这份协议 双方约定 由张女士出资 以张杰的名义购房 张女士随时可以将房子 购户给自己 或者自己的家人 这份协议的出现 让李娜觉得很是意外 李娜认为 张杰拿出的那份协议 肯定有鬼 而且让她不解的事 怎么又冒出个张女士 这么个人呢 她又是谁呢 法庭上 李娜对这份协议的 判定检验条件 而无法鉴定 张杰说 她已经按照此前的约定 完成了过户手续 房子在2007年 过户到了宗玲玲的名下 也就是张杰现在妻子的名下 张杰说 这是宗玲玲的婚前财产 跟自己没有任何关系 过户我的闺女了 过户到她身上了 因为那会儿 我有点想法 我就想跟她一边过 原来宗玲玲 是张女士的女儿 而张杰就是张女士的女婿 张女士说 2003年买房的时候 自己的女儿 根本不认识张杰 我那姑娘那会儿上学呢 都不在家 知道吗 都不在家 工作完了 上完学完了以后的话 接着就是上班 她根本就不在家 他们俩她根本都不认识 张杰说 自己和宗玲玲的认识 是在2007年 而两个人在一起 张女士当时并不知情 2010年的2月 房山区人民法院 做出一审判决 法院认为 张女士与张杰签署的协议 不能对抗房屋产权登记制度 该房屋应属于 李娜和张杰的 夫妻共同财产 被告张杰与宗玲玲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 无效 弄的 弄的 其实 我是 最难受的 你说我拿出20万来 你再给人补偿 那个人家 肯定 心里头不是滋味 你终究现在那房 说白了 已经值了七八十万了 是吧 对于一审法院的判决结果 张杰和宗玲玲 均表示不服 并提出了上诉 2011年的4月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诉出终身判决 夺回上诉 维持原判 毕竟夫妻那么多年了 如果现在想想 给他留一套这房子 给谁留一套 这个 这个房子 哪可不行 不是 这个 你如果要这么做 你就支持这个有利 有利分子的坏分子了 你怎么着 以后这社会年轻的 我胡搞乱搞 我的房子也可以能得到 这个是我从法律上 我争取过来的 2012年5月 李娜再一次起诉 要求法院判决该房屋 归自己所有 这也是她和张杰之间的 第四场官司 那套有争议的房子 到底该归谁呢 新婚姻法司法解释第二条写道 合法婚姻当事人 以侵犯夫妻共同财产权为由 起诉主张 返还的 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并根据具体情况 做出处理 理论上讲呢 法律是支持李娜的 今年故事里的张杰 满嘴谎话 身在情人边 还假装对妻子嘘寒温暖 别跟我们说情人更温柔 更年轻更漂亮 别跟我们说老夫老妻 已经没有了感情 照这么说 等到女人变老了 男人都该出去找个情人吗 给到房子生个孩子 重新过上好日子 女人不是什么人的附属品 也要有生命的独立和尊严 如果感情真的没有了 情分真的消磨殆尽了 那就离婚吧 当夫妇二人已成怨偶 当再也无法换回对方的心 勉强维持消耗的 只是双方的生命啊 离婚并不是人生的绝路 女人们 不用哭哭啼啼的 哀求变了新的男人 留在自己身边 把变质了的感情 独留干净利落的剔除掉 明天的太阳依旧会升起 明天的阳光可能更加彩